字幕作词 李宗盛 就是原来用Omon of Truth 就是丰富体验 是令到消费价值是增高的 在这里开店 为何故意变化呢 就是不惯我买卖的 因为它有差略 警号是需要做仙人的 有些公司是会 譬如这一点是可以退钱的 第一个优先就是搞两只街市 第二个优先就是搞真实时刻 它是爽的 接触点要建立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们有些什么阶段 如果接触点 如果这样就够好 我会回头一只 不是等下就够货 是好的 就是after sales 但你会得到的标准 为何我们要揮手 跟客人揮手 同时不服你也不是同志 因为客人不服你 你会说 那又会比较多 差不多 但是我问最后的台 其实我例如的交流者 我应该问一下 有些什么 就是这些所谓你买的 产品牵连的专业知识 小知识 我们就说 那一刻是会想你 都是你训练同志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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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这个游戏 类似的 做一个训练 给他们了解公司的运作和准则 人来花事与生与 你应该是生与 应该是生与 多谢 我帮助 希望你下次光合议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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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平时 平时也有做的 你平时有做想 你应该才能得到分 非常好 你平时做得不对 应该这样做 在游戏里 不会觉得我去 针对他 或者说他 大家还一个人不见 你应该是不错 等一下 慢点 Weather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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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